民传资策,将狗官的爪牙一望打尽,证据确凿,让狗官没得抵赖才行 那怎么办呢?哦,有了 他一轮轮去耳朵地,这样,这样,说了几句,那对大坚好计 周南写了封信,叫月来客战的士头进来 事头徐老伯进来问,呃,齐大爷,有什么辛苦啊? 我有封信,想说找个人带去省城秦府衙门那里投帝 要拿回信回来,越快越好 这里有十两人,是给你喝茶的,你得不得上去? 徐老伯这个人,只要有钱,莫方说送信,三次他都肯去 心想,去省城来回水脚连维吃饭,最多三四两人 我干斗六七两,你会吃死人啊? 他马上说,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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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早,徐老伯就马上出省城,当秦府衙门头帝了 门房之爷接过一带,只见顺皮上写着 秦府大人亲启后福 下面写着周南两个字 师爷不敢大吓的 他知道周南是朝中的监察大臣 最近听人说,他来到广州 但不知道去了哪里 现在有信为,一定是有重要的事的 联盟仔人之夫徐老伯,饮茶吃饭 自己拿着封信,进去见秦府 秦府拆开一币 信中的大义,是讲自己微服出秦 不日回京,在佛申客业与财子轮民罪 包之爷怎样串通南海远令周申罪谋杀轮民罪 又买通广东学台武神功在轮民罪落选 本官大谱不停,决定护送轮生回省城深渊 但恐怕凶犯那么算 请由即日起,派兵在黄沙码头接应 将空反一一触报 如来秦府和周南,以前是同窗之友 他扮事很精明能干 亦听过前任秦府很想识神同论文罪的事 他申起了连财之心,暗暗咬牙切子 谁有此理 原来这帮狗官,竟然无法无天 本官一定要将你们触罚以正国法 秦府,立刻写了封回信 使人叫徐老法进来,亲自交给他 还打掌了他五两人 叫徐老法快点带回佛山 徐老法在秦府衙门 人人以为他是周南的亲信 热情招呼他吃了一顿饭 现在还有五两人斗 笑到他是杀熟狗头 他一世发蒙,都未曾召过大官 现在大官亲自将封信交给他 当然是受宠若惊 念慕说,哈哈哈哈 那应命而去 他一路走,一路想 哈,姓齐的究竟哪是人呢 不过这么厉害的 各位,那这些不必细港 且说广东秦府 画上吩咐緝部头人张光玉 带领五十个官差 有些扮成小贩 有些扮成苦力 来到王沙码头 张光玉暗中报仪 如果你们见到 穿着蓝布长衫 手挖着王包袱的一路一照上岸 要跟着他们保护 一见有人打他们 一遇触了 仲官差不明 金晶火矮的夹着王沙码头 翌日 周南和伦文在 真是穿着旧的蓝布长衫 阿罪玩着个黄色的包袱 和其他乘客一齐走出王沙码头 阿罪恐怕被包尸爷的爪牙看到 扯低头就缩在周南后面 周南说了 不用怕 秦府大人已经抱着好人马 大大方方地走 引他们来 等官差捉住他们 这就更好 阿罪青文 拍拍胸口 大胆起来 真是枝枝悠悠 走 果然不出所料 原来那一晚 包尸爷对他杀文文罪 撲了个胸 包尸爷说了 是不是漏了风 被大头仔走了呢 只是有份参加的人 都是自己的心腹 没有理由 这么大胆 通知了给大头仔知道 周深追话 我看现在是清明事节 林文罪一定回向拜山 拜愿是一定回来的 不如派人去枉沙码头 靠住 一见到他 立刻上前将他打死 凡是有我担多 没有阴公又说了 凡是由平州佛山 石梗 泥仓到省蛇的 往山是哲经之路 不怕他飞上天的 包尸爷大为欢喜 分负七八个打手 喏 你们日日都在往山霸道抠着 见到大头仔来 一剑仔就似他胸口捅过去 你们不用怕 搞定之后 你还有一千两花红 给你们分的了 你们努力点 那班烂仔 明天除了好东西不做之外 是样样都做 杀人放湯一只鸡 现在见有一千两花红 个个拍胸口 好 立刻搞定他 故事 天天都在往山霸道抠着 这一天 爛仔之中 有个叫做沙膽袍的 一眼见到阿随 玩着个黄色的包袱 一步一步行脚码头 心想 哈 你这个大头仔死了 我都不知道 后了你多久了 这次你还飞得去哪 但对着那些小鸡 对着那些小鸡 叫声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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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鸡 就在那裡 一声 开 立刻向着阿随 那边走到去 他们个个身上都压着那把尼剑仔的了 这帮人的一举一动 都被巡府衙门的特殊头人 将光玉踩得清清楚了 向着国外便衣观察 秒一秒嘴 打个掩饰 叫大家准备动手 立刻有几个犯小犯的观察 行迷啊罪过去 炸在前去买东西 其实是暗中保护 啊罪是个聪明子 知道他们的容易 微微一笑 稍微一闷口 一直慢慢走 七八个烂仔 将近走到啊罪前面的时候 炸在吵架 跟着打起架上来 一直打到啊罪过去 蹦出一把劍仔 都要魂魂對心魂插過去 神經病,那時快